OK 兄弟们大家好 这一把比赛的话 给兄弟们解说一下 阳关城的一个比赛 狗三的话在 阳关城的话 对吧 到处约战 对吧 这种班战玩家 打环弓 对面的话 狗三的话是花果三 关战番甜甜的话 是一个宁波城 花果三打宁波城 关战番的话开局的话引弓 对面的话开局配索 这一把的话 关战番这个宁波城的话 是拿了一个意思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如果说狗三那边 没有什么套路的话 关战番的话 如果说有什么真军 可以把对面点倒的话 那关战番的胜率会高一些 因为关战番有医术 好吧 关战番有医术 对面的宝宝的话 配速的话 肯定是要比物理系要快一些 所以说点倒之后的话 可能对面会起不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比赛 但是宁波城 这个因为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花果三他打还弓 有一个特别bug的东西是什么 他花果三的话先足 他先足可以全部加防御 你懂吧 他不需要加力量 对吧 他的伤害来远循是什么 你像花果三起盾 你看没有 1650的护盾 他没有破盾之前 有旗帜的状态下面的话 伤害会非常高 所以说花果三这个门派的话 物理系打物理系 花果三是不需要加一点力 因为他本身技能提升伤害就特别高 你懂吧 所以说的话 看行加的非常高 那观战方的话 好像是 对吧 有点的话没有办法 哪怕拿了个一速 物理系的话 应该就是花 应该就是 花果三提升伤害会更高一些 就是技能提升的伤害 我天蒙地裂 观战方的话 选择新宝宝 那新宝宝的话 对面宝宝爱反育 比赛的话 是6回合 对面有状态 我觉得大弹官府的话 打花果三的话 雪 兄弟们说一下 你们觉得雪奈大弹 跟这种雪奈加点的花果三 打环弓单挑的话 你们觉得谁能赢啊 我觉得 呃 如果说是都是全耐加点的话 我觉得 呃 我觉得应该 大弹官府啊 或者是花果三 这个真不好说 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这种 全耐加点的花果三 跟大弹官府 反正这一把比赛的话 观战方是肯定是要输的呀 比赛的话22回合 官战方的话 很节约呀 也 官战方的话 也差不多是一个 高耐属性的一个假点啊 但是 宁波城这个东西的话 你没有 对吧 提升伤害的技能 就随意说的话 打不过 对吧 天锋地 地裂 盾都 刀都断了 兄弟们 真的刀都断了 有没有 起铜铜铜铁臂 有一个三千的护盾 看见没有 三千的盾啊 OK 路斩天神 出了个 出了一个 狭 盾都没有破掉 这一刀的话 刚好破盾 这个时候 招了一个小猴 小猴有什么用呢 可以消耗观战方 专备的一个耐久度 对面七七 两八七 OK 一刀 你看没有 一刀五千 宝宝 还有年纪 一回合 观战方的衣服 赖九度 负一 对面起盾 起盾好恶心啊 还好对面凌波城 就对面花果山的话 不是一个物理一速啊 如果对面是物理一速 能够每一回合 都刷那个起盾的技能 我跟你说真的 观战方一点点伤害都 打不出来 观战方刚刚 对面一把单头的话 单了五万啊 小猴们 比赛三四四回合 我觉得 你现在这种物理系的比赛的话 我觉得两个人都约定好 就是 旋律加点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好 会比较公平啊 你这样打的话 我感觉 这么打不过啊 这怎么打 比赛的话三四六回合 对面还出了个魔镜激发 观战方的话也没有犯起啊 疯狂挺要 起盾 对面击击 这有奇加魔镜激发兄弟们 魔镜激发 单头 先单宝宝宝宝应该 直接单人 再加 观战方的话破卡 单宝宝 这哦 这宝宝宝没有高级反阶 这宝宝没有高级反阱嘛 刚刚单那个 五万多的也没有高级反阱 对面再起 阮 dogs 对面的话再起 呦 对面的话直接一回合起来 就那个 齐天神通啊 有那个 呃 技能的一个 年级的一个纪律 一回合起了个点 两个盾啊 比赛的话42回合 没有希望 回这方换顺法 刚好破盾 对面再起起 OK 哇 这马上三马骑没了 哎 我问兄弟们一个问题啊 就如果说花果山的话 变一个高级永恒卡片的话 他 齐的回合数会多一些吗 就是高级永恒 永恒那个技能的话 不是有一个 争议效果翻倍吗 他一回合 就是 呃 呃 一把齐的话 能不能 延长一个 齐齐的时间啊 比赛46回合 可以吗 兄弟们 这观赛番我能赢 观赛番能赢 我都吃死真的 没有理由可以赢 你懂吧 OK OK 观赛番的话 448回合 宝宝宝宝宝全部交攻 全部交代 OK 给宝宝没有神 比赛结束啊 咱们下集再见啊兄弟们 关战犯的话起盾 对面起状态 关战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宝宝了呀 关战犯的话也没有用那个什么真军金麦呀 打环宫看不掉金麦呀 还要起盾起灰烂散 不用耽误时间了兄弟 对面又有7了 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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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威 有单头 好吧比赛六四回合啊 下集咱们再见 关战犯的话打了对面一点耐久度 还顶要吗 没有顶要 关战犯用的那个露仔一刀的那个金麦呀 没有用那个 哎呦有机会啊 头顶163 哎呦有有有有机会吗 比赛六四一回合